对于谢霆锋相信大家对他都是非常熟悉的 谢霆锋在娱乐圈当中拥有着很高的知名度 并且有着很大的名气 是非常受大家欢迎的一位明星 曾经更是靠着天王终结者的称号轰动了整个娱乐圈 谢霆锋可是现在娱乐圈一个不老神话 从他出道到现在 容貌几乎没有发生改变 长相英俊的谢霆锋从少年时代起就已经是非常帅气的了 不知道是遗传了老爸谢贤的优秀基因还是他妈妈的基因 大家都知道谢霆锋是一位全能型艺人 不仅颜值在线 音乐才能跟演技实力都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当然这也离不开谢霆锋的敬业精神 他的拼命表演也是得到了圈内演员大佬的一致好评 谢霆锋在出道的这么多年里 也是给我们分享了许多优秀的影视作品 如《因为爱所以爱》 《英雄本色》 《小鱼儿》与《花无缺》等都成为了经典 不夸张地说 当年的谢霆锋是娱乐圈多才多艺的典范 而谢霆锋的事业不断高攀 生活可谓是逐步向上提高 如今常常能够在影评上看见他的身影 尤其是综艺节目当中 比如说他自己的节目风味或是《中国好声音》等等 还参加各种商界活动 不得不承认 这个彩帽双全的明星在娱乐圈也是混得风生水起 但比起谢霆锋的个人实力 大众更为关心的是他的感情生活 他与王妃与张伯芝只见的爱恨纠葛 一度成为大众茶余饭后的谈资 当初谢霆锋和张伯芝在一起的时候 许多人都觉得他们两个人好 般配的都希望他们两个人一直在一起 更是被网友们称为是娱乐圈金童玉女 结婚后的张伯芝还为谢霆锋生下了两个可爱的孩子 但好景不长 两人只走过了六年的时间 就宣布离婚 离婚后的张伯芝没有选择再嫁 而是独自抚养两个孩子 非常的辛苦 但好在张伯芝的两个儿子十分的孝顺 也知道妈妈的不容易 两个儿子都非常的懂事 希望他们能快些长大 成为妈妈的依靠 不过离婚后的没几年 张伯芝就被爆出又生了第三胎儿子的消息 外界都纷纷猜测这个孩子的生父是谁 有人还怀疑是谢霆锋的 不过在之后谢霆锋也是做出了回应 证明了这个孩子不是他的 所以到至今这个三胎儿子生父还是个谜 而离婚后的谢霆锋却选择与王妃来了个世纪大复合 让人非常震惊 不过两人复合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了 感情依旧非常好 了解谢霆锋的都知道 他对王妃是极其的宠爱 甚至还被他的肖像闻在了身上 足以见得两人的感情有多深 不过谢霆锋的儿子曾经画了一幅画 却让谢霆锋无地自容 这幅画的内容是小猪佩奇快乐幸福的一家 可见在两个儿子的内心中 还是十分向往和爸爸妈妈在一起简单快乐的生活的 但是相识就是这么残酷 尽管张博之在给他们百倍千倍的宠爱 始终确实了一份来自父亲的爱 对此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 我们下方留言评论 我们下方留言评论